送孩童到幼儿园 家长人心惶惶 因为在这里有孩童验出三级毒品 本二蛋瓶类 残毒来源不明 新北师傅17日一早 也安排医院人员到园裁检 从幼幼班到大班 共131名学童 81位家长同意裁检 有很多小朋友 真的也有这样子阳性的反应 或者是说他的值有比较高的话 带孩子去检验 新北师傅更宣布 要帮全国幼童免费检验 是否残留药物 只要是零到六岁孩童 可到新北师傅合作的 八家专责医院检验 一个院的检验流程 安排下次回诊看报告 但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却脸书发文表示 目前没有推动普筛的基础 就医或检验 以当地资源比较实际 新北师自己一定要做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 就尊重新北师的决定 但有专家指出 巴比托比利滴的尿液检测技术 不成熟 亦有胃阳性 政治人物拿着初筛结果 指控幼童被胃药 可能消耗过多社会成本 台大化学系副教授徐承志 表示免疫快筛 即便检出阳性 是不能随便公布 会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必须用植谱仪确认 能采用免疫出筛的方式 去做筛检的话 几万人下去出筛 大概三%到五%的人 他就是呈现阳性反应 务必要送到有 植谱仪的这个检验单位 再去做大部分之后 才可以拿来去发报告 都会选举嘛 看起来都真是好 未要案持续延消 筛检方法 中央地方不同调 恐怕还有带更多检验报告出炉 才能厘清真相 借余盛行杨宗燕新北报道